在本次展示中,集中亮相的都是复兴号家族的新成员 其中17辆编组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格外引人注目 该车全长439.9米,载客定年1283人 载客能力跟16辆编组相比提升了7.5% 相当于单列能多运送90名旅客 此外,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 全面适应了车站站台长度、检修设施、变电锁容量等既有设施条件 其检修维护技术与既有的时速3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一致 车体、转向架、牵引等继续机部件或实现通用转化 该车竟于2019年1月5号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时 在金谷高铁上线运动 金谷高铁线路十分赶忙,列车运动很高 每小时已经达到了通行12列高铁 想要通过增划车次来提高运动,几乎没有可能 因此决定通过提升单列高铁载客数量来增加运力 除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 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也是现场的亮点之一 它参照动力分散动车组进行优化设计 采用流线型漫型 内部服务设施设备与既有动车组基本一致 适用于所有普速电气滑铁路 其动力集中在列车头部或列车首尾端 该动车组有短边组和长边组两种型号 其中短边组为9节车厢定员720分 长边组为11节到20节车厢不同 最高层的1100分钟 最高层的110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